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抱歉 临时通知在座的各位过来开会 今天这个会议只有一个重点 我因为 个人的因素 必须请辞理事长的职位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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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力基金会事务繁忙 理事长这个位置不能空缺 所以 我希望借由今天这个会议 请在座的各位理事 选出新的基金会理事长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突然请辞 是因为 我个人因素请辞的 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从我弟弟 闯进董事长 办公室里捣乱 奔跑时摔下楼梯瘫痪开始 我就在家庭 和基金会之间不断奔忙 紧接着梦想之家租约又出现了问题 这段时间里 我已经精疲力尽 无法再任职理事长这个职务 我只有 我只有 辜负所有理事的托付 请大家谅解 并同意我的请辞 从心 选出一位 新的理事长 来完成 基金会以后的各项工作 我的话说完了 对不起 虽然说你已经辞去了李市长的职务 可是你依然是基金会的李市 所以下一任 李市长的选举 你是必须要参加的 我认为没有人比您更适合担任 海力基金会的李市长了 海力基金会的李市长了 还有其他人选吗 不能放弃 尽管军号不在 我们还是五比四 我请 乔女号参选 依据公司的规定 乔秘书长缺席 所以没有参选的资格 如果还是没有其他人选的话 那我们投票表决吧 投票吧 好 同意龙海燕女士 担任海力基金会 李市长的 请举手 好 此次基金会李市长的选举 共九位李市出席 龙海燕女士票得五票 票数以共半 我宣布 海力基金会李市长 由龙海燕女士担任 好 高震震 干什么走得这么急啊 你难道不想知道 我任命谁来代替 乔君号的位置吗 我刚才任命钱永利 做秘书长 并且宣布 梦想之家到月底 就正式西灯结束 知道什么叫斩草除根吗 就像我现在做的这样 绝对不会让你们这些 讨人厌的野花野草 有机会吹到春风 然后回来找我的麻烦 所以乔君号必须卸任 你的梦想之家 一定有结束 你 你怎么能 我龙海燕 从来不会跟别人 分享任何东西 所以只有你跟乔君号 永远没有办法翻身 我才能安心 不怕造报应吗 我抢回属于我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报应 老公 老婆 你来得正好 怎么了 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什么 等一下 什么呀 妈 在 妈 怎么会 正洁啊 你娶的这个媳妇 真是太孝顺太贴心了 她给我在老家 请了个专职营养师 给我做饭 照顾健康 还请了个阿姨打扫卫生 你说我何德何能 能有这么孝顺的儿媳妇啊 老家的亲戚们 都羡慕死了 说我后半辈子好命了 正洁啊 你要好好照顾好海燕知道吗 有空了就回来 老家亲戚啊 都等着看新媳妇呢 妈 我知道了 这段时间公司有点忙 等我忙完了 妈 我们俩就回去看你 妈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很快回来的 照顾好身体啊 开心吧 开心 老婆 你对我真好 你对我真好 老婆 俊昊 你走吧 你别忘了 是你让我自己解决的 这是我跟爷爷之间的约定 我爱你老婆 你抱疼我了 海燕 我 我有件事 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喂 乔介绍 阿姨你好 我之前有一本书借给爷爷的 所以我现在要取回来 就在书房里 你早就知道有这份遗嘱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海燕 如果爷爷真心想把财产裸捐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他 尊重什么 你难道看不出来高珍珍和乔俊昊 是想跟我抢财产吗 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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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进去 小先生 没事 没事 你 你忙吧 我自己找就行了 你要找什么说啊 要不要等董事长来了再说呀 你这样我很为难的 没事 没事 阿姨 你忙你的 你不能这样的 你是知道她的脾气的 你这样我会被骂的 那你就说你不知道 这怎么可能呢 这样这样 你出去吧 也不行的 你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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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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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忙吧 忙吧 忙吧 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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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 开个门 怎么了 让开 小先生 不是 四个出来 不回事了 开门 乔俊昊 钥匙呢 你快去找钥匙 你快去找钥匙 你给我开门 请你找通 开门 钥匙 你给我听好了 你现在就去合唱比赛现场找高珍珍 就现在 都怪你 海燕 海燕 先生 我不是故意让乔先生进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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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阿姨 没事阿姨 没事啊 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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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智珍 麻烦你 给我去趟基金会 干吗 交接 难道你想让我简单粗暴地处理 梦想直家的事吗 如果你不高兴 不去也行 现在 可是 合唱比赛就要开始了 看你喽 那看模样之下在你心里 是不是真的有分量 海燕 你说 乔君豪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知道你很意外 一夜竟然还另外有一份遗嘱 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 在这份遗嘱里 爷爷选择把所有的股份 全部进行裸卷 只给你留了钱和房产 也就是说你之前那百分之二 跟小杰的百分之二 都已经被他裸卷了 我们谈一谈吧 我觉得没必要聊了 今天搞的这一步 我觉得完全是你咎由自取 你应该好好反省 乔君豪 好 高珍珍现在跟钱有力在一起 你要干吗 来 干吗 喂 珍珍 喂 乔先生 乔先生 不好意思啊 刚刚的会议 董事长已经接任基金会的理事长了 并任命我们秘书长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碰一下 钱有力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伤害高珍珍的话 我不会饶了你 喂 有好样 我说你是为了让钱连脸都不要了是吧 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我怎么了 我只是让钱有力跟高珍珍谈一下交接的工作而已啊 好 你就直说吧 你想怎样 我想要跟你谈条件 知道海力在虹桥那个工地呢 我们在那见面吧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 有什么事电话你说吧 如果你不去的话 对不起 我只能把高珍珍叫过去了 因为我现在除了她之外 没有人可以劝你把遗嘱交给我 我告诉你 不可能 这份遗嘱我是不可能给你的 就别做梦了 如果你真的一点不担心高珍珍的安慰 你就试试吧 喂 龙华爷 我 appel 老师 让高珍珍下车 把她的手机留下 自然是由你保管 明白 你给我多找几个人 去海力在虹桥那个工地 今天我不管有什么办法 一定要毁掉这份遗嘱 我会一直跟着乔军昊的车 确保她不会在路上 把遗嘱交给别人 到了工地之后 你们给我把一柱抢过来 好的 靠边抢一下 什么意思啊 你们干吗 把我手机还给我 我的手机 把我的手机还给我 别走啊 我的手机 你 高珍珍呢 我本来今天是跟她约好了 要谈一下基金会交接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你会出现 给我找麻烦 所以我们就约改天再见了 你少废话 她人呢 她现在应该在合唱比赛的现场吧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哥 我们谈笔交易吧 你呢把遗嘱交出来 我就让高珍珍继续当理事长 让梦想之家继续 怎么样 你别做梦了 我要不交呢 你确定 干嘛 要生抢啊 是你没有给我选择的余地 总是在车上都说过了 没有拧药东西 我没放车上 你没放车上呢 那肯定就是放自己身上 来 哥 是你自己交出来的 还是我让别人帮你找出来 阿燕啊 你现在变得我真的不认识你了 你现在完全是个穷雄极恶的禽兽 禽兽 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是你们逼的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事跟高珍珍一点关系都没有 总之爷爷不会把这个位置给你 说够了没有啊 你这样的废话说了太多遍 我不想再听了 现在很简单 你把遗嘱交出来 我今天一定要毁了这份遗嘱 你给我交出来 在我手上 在我手上 有本事过来取啊 上 退后 再过来我就退下去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 你用脑子好好想一想 我现在是海力基金会的理事长 就算执行了爷爷的遗嘱 真的捐给了基金会 那又怎么样 到最后还是会回到我的手上 有区别吗 反正废话少说 我是不曾给你的 真的是你逼我的 抢过来 上 退后 上 海燕 海燕 郑洁 郑浩呢 他在哪儿 抢救室 郑珍 郑珍 你冷静点 这里是医院 你冷静点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 俊昊他突然约我在建筑工地 谈基金会的事情 那我就去了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的 他就摔下去了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骗人 你是在骗人 他连会议都没有出息 怎么可能会找你谈基金会的事 你到底把俊昊他怎么了 我已经辞掉李市长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们呢 就是因为你突然辞职了 俊昊没有去参加会议 所以他听了之后 就情绪很激动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因为你 你说谎 你一直在说谎 姐姐 你说谎 姐姐 俊昊还在里面抢救 你冷静一点 杨医生 不行 怎么样 怎么样 脑CT片子已经出来了 是脑出血家脑水肿 病人目前还在昏迷之中 那可以动手说吗 出血量不大 脑水肿也不是很严重 我们建议进行药物治疗 现在只能先送个 家户病房进行观察 当然你们也可以找 脑神经外科医生 进行商量讨论 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医生 我能见他吗 我是他女朋友 我能见他吗 他现在状况很不稳定 而且还在昏迷之中 即使你见了他 他也不能说话 甚至听不见你 觉察不到你 不 不会的 连我说话他都听不到吗 他 他能点头摇头 或者眨眼睛吗 那至少能睁开眼睛 看看我 睁开眼睛也不行吗 为什么 为什么医生 抱歉 还有病人等着治疗呢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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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你别走 医生 医生 你别走 对 郑珍 读生 我刚好在这儿也帮不了什么忙 要不我先走 去吧 好 冷静一点 高震震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但是以你现在的经济状况 你也不适合去决定 俊昊接下来的治疗方案 这样吧 我跟郑洁可以帮你的 我们两个可以为俊昊找一个好的 闭嘴 你在撒谎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是不会相信这是意外的 我怎么可能骗你 现场这么多人都在 他们都是人证啊 证据都能造假 我是人证 我会查明真相 我会查明真相的 那郑洁你呢 你相信我吗 我跟俊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现在变成这样是我希望的 我想看到吗 你们不希望我在这里碍事 但是如果郡浩醒了 我求求你们 告诉我 谢谢 韩燕 韩燕 你眼中还剩下了什么 你眼中还剩下了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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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